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英明的方式呢 因为也曾觉得用英明的方式 利论者跟反论者他们彼此并没有共同的认识 你这样论不会有正确结果的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即如轻辩掌真论 就是刚刚掌真论所说的中阴玉的论法 举前面这个祭颂 真性有为空如幻原生故 原来的意思就是圣意地之中有为法是空的 因为因缘生的缘故 就像幻化一般 但是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利论 在维世家看来 其实维世家对于真性有为是什么 空是什么 幻是什么 因缘生是什么 完全跟中观家都不一样 底下导致的分析 底下导致的分析 例如我们先谈中 大家再把刚刚那个表 表个那个中底下 再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真性有为空 刚刚是生是无常 现在大家再把多一个例子 就是真性有为空 因 多写一个缘生故 欲 多写一个儒患 维世迦他对于真性有为 跟对空的理解跟中观一样吗 先谈后尘 也就是法的能别 在维世迦来说 要空的并不是真性有为的法 以维世迦的说法 他立三种法 一个是便迹所执性 一个是依他起性 一个是原成实性 例如以依他起 依他起就是原起 他认为是由阿赖耶所起 如果正确地了解原起 可以证得涅槃 就是原成实 但是如果没办法正确了解原起的话 会妄生执着 便迹所知 没有正确了解原起 本来无我 却误以为有我 那个就是便迹 那个就是便迹值 那这三法之中 他觉得空的只是便迹值 一他起不能够空 原成实更是不空 这涅槃所证的涅槃 不可以是空 原成实不空 一他起也不能够空 所以在中的后尘 也就是法能别 中观家是讲空 就是无自信 在中观来看是无自信 但在维斯加 这样的空 不能够是有违法的空 并不是真性有违的法 空的并不是一他起 只能是便迹值 所以他们认为 空的并不是真性有违的法 是空 空的 只不过是便迹所知是空 一他起 他们认为是不空的 那么虔诚 也就是有法 或者所别 就是真性有违 那真性有违 在维斯加认为 他是非空 非不空 中观清辩是说 真性当中有违法是空的 但是呢 不能够是空的 不能够全无 但是虽然有也不是实有 从这个意义来说 维斯加认为 真性有违是非空 是非空 非不空的 在社大圣论里面也有提到 如果伊导师的著作 社大圣论讲迹 二七九页到二八二页 那边也有一段文提到 空是便迹值 不空是原成石 非空非不空是一他起 便迹值 便迹所值 这在解身密经的辟域 就是空花 本来不应该有的 却看到是空花 这是错误的认识 原成石 他们的辟域是虚空 这个是正物的空所显性 他们认为是不空 而一他起 认为是非空非不空 虽然非实有 也就是非不空 但是也非全无 非空 所以在中方面 不管是前程也好 后程也好 有法跟法 彼此的认识都不一致 你认为空 但是他认为不空 另外在因方面 长征论举出 有违法是空的因 提出来原生故 但是这原生故 在维世家看来 不但不能成立中观的空 反而成立为是的不空 因为在维世家 原生就是一他起 他认为一他起是不空的 所以本来 轻便是希望提出的理由 因为他因缘生 所以是空 但是维世家说 一他起 所以不空 在提出的理由 也是立敌不共序 也是立敌不共序 从辟语来说 如幻 本来轻便是说 如幻来辟语空 但是维世家 也不承认 如幻是空的 他们认为 一他起 的辟语是如幻 便记直 如空花 空花可以是空 因为只有他看得见 其他人不共序 但是幻呢 大家共序 这样的一他起 如幻 是有的 怎么会是空呢 所以维世家 他所认为的如幻 是不空 中观家认为如幻是空 这个也不共序 可见 越称 批评轻便的智力量 是非常正确的 对于一般 非中观者 而智力比量 根本不可能 只能用他人所承认 而立他比量 也就是说 随顺他人的主张 而点破 对方的矛盾 也就是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越称认为 这样的随应破 才合理 这虽是 比较 轻便 与越称 之间的论便 来讨论 是不是可以 自立比量 其实说明了 中观者 与一般人的认识 有根本不同处 即中观学者 所信解 或误入的 如幻缘起 与常人执着 实有的因果法 是不同的 一般人 说因果 或者是 说一切有不 他也有立四元 成立他的因果观 有因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增上缘 但是 在中观看来 你这四元 还是使有自信 虽然 有不也说 这是缘起 但是 中观看来 并不是 如幻的缘起 所以中观者 与一般人 的认识 是不同的 差别的根源 即在于 彼此的认识不同 因而论理的方法 也不能一致 底下 谈到 因明与 西洋形式逻辑 不能用来 论证 中观的深论 只能用来 成立 世俗的事项 因明等 形式论理 是不能用于 论证 中观深意的 不能 拿因明 作为 通达 究竟真理的工具 像因明的论法 在为事 他也知道 真如 无同欲 中因欲 辟欲 辟欲 有同欲 跟义欲 就是同类的辟欲 如果说像真如 真如就是涅槃 诸法识相 你要找同类的辟欲 怎么找 对不对 你如果说声音是无常 你可以找平是无常 这是同样世俗法 找同类的辟欲 还简单 但是涅槃 它是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离文字相 离心原相 你讲真如 涅槃 外人 他理解成什么呢 你怎么可以 找一个辟欲 他理解的已经是 另外一个 你在怎么找辟欲 又不是言语所能够 形容得到 想象 也想象不到 众生还没亲证 涅槃 还没掌握 涅槃的内涵 那你如何找 涅槃 同类的辟欲 来论证呢 因此 唯世家当然也知道 真如 找不出 同类的辟欲的 如 嫩且经等 都对 五知论法 有所批评 意思就是 不究竟 不过 这是说 英明与 西洋逻辑 不能把握 究竟的真理 不过 在相对的 世俗真实上 仍然 有它的作用 这如 以地球为中心 来观察天象 有它范围内的正确性 不过 用来 扩大 观察 用它 再扩大 观察 它的正确性 就渐渐消失 必须在于修正 因此 用 英明等论理 仅能 成立 世俗的事项 可是 不能用 它 来探求 究竟真理 不能 依于极空的 源起 法 这样的 论理法 如果不运用 极空的 源起 那是 无法 论就 真理的 不能够 破斜 现正 意思就是 我们要 破斜 必须 合乎 空相应 源起 要显正 也必须 合乎 极空的 源起 如中论 观五云品 说 若 有人 来问 难 如果我们回答 是离开 空 来回答 那这 没办法 正确的回答 即使你回答了 还是会有 缺失 若有人问难 离空 来说 他的过失 那也不成问难 据同于 比 我们看一下 角株 34 刮虎 二 例如 有人 向你讨论 或请问 诸法的现象 或实体 如果 不理解 空 离开空意 去答复他 这不能够 成为 正确的答复 因为 你所答复的道理 最后 跟他一样 堕在疑惑当中 不能得到 问题的解决 如果 有人想 问难 其他学派的理论 希望 指责 对方的思想 是如何的错误 那也必须 依据 正确的 信空观 显出 对方的过失 否则 离开正确的 信空 要 宣缩 别人的过失 这还是 不能够 成为 问难 因为 他所批评的 并没有批评到 他的根本 结果 跟他一样 堕在疑惑里 离了 法性 本空 即不能理解 无自信的元气 要答复 他中的 问难 或者想要 难破 他中时 如果 离开了 元气 信空 就不能够 正确的答复 对方的 问难 也 无法 真正 破除 对方的邪直 怎样成立自己 他人照样 也可以成立他 用某种方法 去破斥别人 别人也可以 用同样的理由 来问难我们 这样的话 就无法成立了 同意的认识 以及大致 共同的方法 都会遭遇 同样的命运 例如佛弟子 用无常 去破斥 外道的 常见 外道 也可以用 他的常 来破斥 你的无常 你如果 以理由 成立无常 外道 也可以 提出理由 成立他的常 究竟 谁是真理呢 英明中的相为决定 康德的恶律被返 完全曝露了 此一论理的缺点 什么是相为决定 我们看角度35 陈那 在中阴玉 的中 提出 中 这个主张 的过失 其中一个是决定相为 譬如 甲方 以中阴玉 三支 笔量 成立 至中 而乙方 也成立 笔量 跟甲方的 利润 完全相反 不过笔量的三支 中阴玉 都没有过失 这就成了 利论者 与反论者 双方对立 相持不下的局面 这就名为 相为决定 这样相为决定 近于西方逻辑中的 恶律被返 什么是恶律被返 这是 康德 所提出的 这里举了四项 我们看前两项就好 恶律被返 就是正反两论 从分量方面来谈 有两派对立 例如 也的主张 世界 在时间上是 有它的起源 主张世界是 有始的 另外一方面 却主张 世界是无始 无始以来 在空间上 一方 主张 有边 有限 另外一边 另外一方 却主张 空间 是 无限 无边 像佛法 像佛法里面 有提到 有始无始 或者有边无边 这是正反两论 从性质来说 有的一方 主张有极为 有不可再分的极为 而另外一方 主张 没有极为 可以无限的分割 如果他提出的理由 跟 立论的方法 本身没有过失 但是两方面 却成为 对立 这是 会曝露 这一论理的缺失 所以 唯有能了解 通达诸法 是极空的缘起 本着 诸法本性 空极的见地 展开缘起的论法 也就是说 以空 为基础 展开 缘起的论法 不能够离开空 来谈缘起 因为 空相应缘起 唯有本着 本性空极 展开缘起的论法 这样的缘起性空 为方法 才能够彻底 难破别人 也能够彻底 答复别人的难问 才能真正 破除他们的错误 真正显示真理 所以说 已有空义故 一切法得成 这是中论观世地平所说 我们看 角筑 三十七 瓜虎二 空 是无知性的意思 世间的一切 都是相依相待 一切是关系的存在 因缘生法 所以是空 空 才是因缘有 而不是自性有 如果明白 空是无知性的意思 这是 在圣意中 无知性 但是世俗还是缘起有的 不能 因为空 就没有缘起 就能够知道 由空 而成立一切了 不过 有见 深厚的人 他们有自性见 总认为 需要有一些 不空的 才可以 总觉得 诸法 无自性空 不能成立一切 多多少少 必须要有一点 实在性 才可以 搭起空架来 他们认为 如果一切都是空 因果 间 没有丝毫的自性 为什么会有 因果法则 如果都是空 为什么会有 种种差别呢 在中观看来 这样的看法 都是落于 自性见 有见 根深 是不容易了解 真空的 中观所说的空 是无自性 是一切因缘生 因果法则 都是无自性的 虽然世俗法 都是虚妄错乱的 但是错乱之中 也有它的条理 和必然的法则 我们见了相对 安定的 安定的 事理法则 这是相对 相对 安定的 事理法则 以为一切都是 有条不问 不错乱 有它的真实性 不知道 我们看的 是如幻如画 其实心也是 如幻如画 幻幻之间 却成为 世俗的真实 下面举个例子 譬如说 有一帐宽的大路 离远的去看 好像路 越远 越狭窄 这是眼睛 所看到的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错乱相 不过你如果走到那边 用此一梁 一样 不宽不暇 还是一丈 不过你把梁的工具 此也放在那边 走回来再看 此也变小了 路也变小了 此也缩短了 看来路也变小了 词也短了 不过如实来说 它一丈还是一丈 所以能量的词 所量的路 在因缘下 而如幻的幻现 其间能成立 安定的法则 与关系的不错乱 一切如幻 是可以成立 世间与处世间因果 我们说空 就是缘起 缘起的必然 表现出相待的特性 既然是缘起 那就会不同的组合 有产生不同的相貌 所以最后结论 在方法论的立场 通达中道实相 必须依于极空的缘起法 才可以 必须依于极空的缘起法 才可以 接着我们看第三节 讲书 讲义八十页 文量 笔量 与限量 什么是量 我们再复习一下 请看八十页角注第二 量有广义与狭义 两种 狭义是指认识事物的标准 或者认识事物的根据 广义来说 指认识作用的形式 过程 与结果 即判断 你所得的认识 是真或谓的标准 印度自古以来 在认知犯畴中 一般将量知的对象 加以认识认证 分成为量 这里有提到三种量 一个是能量 就是主体 能够认识的主体 成为能量 或者是量者 所量 就是被认识的事物 那认识的结果 咬自己结果 那就称为量知 或者量果 好 那我们这一节 主要就是说 这个认识 我们如何达到 这样的认识 这个认识 是不是正确 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 是听闻 而来的认识 这个称为文量 第二个 比量 就是推理 推理 比如说 我们 没有看到 祖先 但是 推理 有父亲 有父亲母亲 有曾祖父 曾祖母 再往上推 应该有更早更早 这是 利用推理 得到 正确的认识 这叫比量 另外限量 就是现前 眼睛 所见 或亲耳所闻 等等 也就是三种 好 我们看这一节的结构 第一 是如何论证观察 体证中到实相 导师就提到 这三量来说明 有限量 比量 跟至教量 至教量又称为圣教量 就是圣者的言论 我们遵循圣者的言论 好好去实践 也可以 得到真理 这至教量 又称为 圣量 或文量 好 底下 就 个别来谈 文量 比量 与限量 这文量 如果套用三种般若 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 实相般若 来说 来说 文量 就对应于文字般若 另外 比量 在讲义八十二页 那就对应 观照般若 限量 如讲义八十五页 这在三般若当中 对应十项般若 那我们现在要证悟中到十项 就是要证悟十项般若 那如何达到十项般若呢 这个方法如何呢 这就是这一节所要讨讨论的 我们看本文 上来说 中到是诸法的如实相 中到 就是中实 这是诸法实相 这样的诸法实相 是无作无为 本来空极的 这实相 并不是佛作 或者人 作 非佛作 非人作 那是无为 是本来空极 这样的实相 佛出世也好 不出世也好 法尔如诗 这样的诸法实相 是离文字相 离心言相的 因为诸法实相 是心形触灭 言以道断 这样的诸法实相 并不是一般 意识的 寻思境界 我们一般的意识 分析 综合判断 是不能够 如此 亲证实相的 这样的实相 也不是语言文字 所能够描述 这样的实相 其实是能所双亡 这里一切能所相待 唯有 亲自证得 才能够了知的 忠道实相 既然离文字相 的话 如何可以用文字 来论证实相呢 而且这样的实相 既然是离心言相 怎么可以以官慧 来观察到 忠道实相呢 如果 如果 如上一节所说 用英明的方法论 不能探究真理 那么用中观的方法论 又怎能 观得到真理呢 以语言文字 即官慧 去观察 实相 而这实相 又是离语言 又是离心言相 我们如何 能够 如实地观察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现在就以限量 比量 至较量 又名为文量 这三量来说明 好 先谈文量 修学佛法 或修学中观 初步 应该先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下手 我们所听闻的 虽然并不就是诸法的实相 不过 这明言张句 是佛菩萨体悟实相 之后 顺应众生 可能了解的根基 还有适合时宜而建立的 就是佛菩萨 由正出教 正物 本身是离文字相 离心言相 但是众生不了解 所以 中归一时 但是教的话 他就开展二地 以着众生所了解的 世俗地 引导他去入生意地 我们依此方便 可以剑刺 不断不断地生进 以到达 与佛同样的正物 佛所说的正法 称为 法界等流 法界等流 我们看一下角度第四 的瓜无事 法界 就是清净真如 也就是诸法实相 法界是诸法实相 那佛已经证得了 将他说出来 佛为众生方便开示 演说 是从正物法界而来的 那佛 把他慈悲地宣说出来 平等流出 所以叫法界等流 法界就是诸法实相 这样的实相 本来是远离明言 不能够假戒言说说明的 但是佛不说的话 世间一般人就无法了解佛法 无法修学 所以世尊只好用言说 相似相近地把它说出来 成为与法界实相 平等流类的佛法 流类也就是同类的意思 跟法界相似同类的佛法 所以佛说出来的正法 这个叫法界等流 另外我们看瓜虎二 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我们讲说 众生都有佛性 有成佛的种子 问题是 这种子从何而来 这个很重要 好 导师在社大圣文讲记提到 出世心的因缘 先要说到清净种子的来源 清净种子 这个不是与生俱来 而是正文熏习而来 我们这成佛的种子 是要熏习正法而来 并不是天生就有 那如何熏习 这是听文最清净法界实相 是本性清净而离杂然而显现 这叫清净法界 是尊愿离烦恼障 所知障 亲政 这离言说相 所以 这最为清净 因大悲心的激发 怜悯救度一切 苦恼有情 佛从内自所政的清净法界 用善巧的方法 宣说出来 宣说出来的正法 虽然不等于实相本身 但是却从法界实相流出 是法界的流类 是与法界是同一类的 并且也还平等相似 众生听闻这清净法界等流正法的影像教 不断地熏习 熏习熏成了出世的清净心种子 下面这个辟语也对我们可以有所帮助 比如说有一个名圣的古迹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也不曾知道 去过的人为了让大家了解 用摄影机把它拍下来 告诉大家 也说明经过的山川道路 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相片只不过是影像 并不是名圣古迹的本身 不是本质 也还没有亲历其境 不过我们心中留下着名圣的影子 甚至发心 甚至发心前往游览 证文熏习也是一样 清净法界究竟是怎样 众生还没有亲证到 不过由于佛陀大悲显示出来 众生听闻着清净法界等流的正法 心向往知 不断地熏习熏习 那就成为清净的种子 也就是佛种 佛种从缘起 这缘起是听闻正法 而下的种子 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了 好 那我们回过来看 我们现在想要正的中道实相 那必须下种 这种子就是先听闻正法 这样的正法 虽然不是与中道实相完全一致 但是并不是毫不相关 我们听闻的正法 其实这是中道实相的影像教 还是有关联的 而是中道的影像教 如遗止止乐 我们这个手指虽然还不是乐量 但是透过这个手指 却有标向指示明乐的作用 了解法界等流的教法 必须具有纯正的信心 以信心去接受古圣先贤的指示 这个很重要 不是只有听 要有信心 而且纯正的信心 要知道 不单是对于寻求正理 需要听闻 当然这里的听闻 不只是用耳朵听 如 经论说 从三处闻 亲自从佛闻 或者从佛的地址听闻 或者说自己阅读经典 这个也可以称为从经典文 所以这是包含 听闻信受诗友的教授 以及自己从经典中去参就 即使是世间的学识 技能 也还是需要听闻的 需要人家指导 要无视自通 不是人人都会的 小孩子 以父母的是非对错 为判断 是非的标准 学生 以师长的指示 为正确的目标 而自己成年之后 得来的知识 技能 虽然 并不是处处从父母师长 这边得来 一部分 是自己经验的发现 因而修正父母师长的意见 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社会 共同思想的熏陶 得来 所有的知识 十之八九 大部分是从听闻得来 听闻得来的正确知识 这就是文量 在佛法 主要的要从流行于社会中的佛教思想 以及由佛弟子辗转传来的教导 我们对于佛法 以及中观的认识 就必须从听闻正法入手 要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必须从听闻正法下手 这在三种般若中 产为文字般若 三种般若 我们看一下角注八 第一个是十相般若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道十相 心形处面 云以透断 就是诸法的十相 这是能所双亡的 第二是观照般若 观照是观察的智慧 如大臣所说 从出发心 目标是成佛 求一切种智 与其中间知 诸法十相的智慧 这是观照般若 文字般若 就是般若经 这些文字 那文字本身 虽然它不是智慧 不是实相 但是文以再道 借着这文字般若 指引我们 好好去观察 甚至证悟 这文字般若 是指章句经卷 而说 所以我们要证悟实相 必须先从听闻正法下手 也就是文字般若 如果信心不具足 不能根源于教典的多文熏习 就不能于圣神的佛法 有所了解 离开这样的圣教量 而专门谈限量比量 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世间的正确知识 虽然都合于限量及比量 可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 绝对不是 每一样都经过自己 去亲证实验 或者亲自去推理 来证明 这个是真的 并不是 每一样都是亲自 限量 或者亲自推理所得 很多都是 相信 科学的研究 或者是圣者的研说 如果对于古代传来 以及现代的社会思想 一概不轻易信授 而非得一一经过自己的限量 比量正成 然后才相信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是怎样的违反 世间的现实 所以文量的文字般若 可能有缺点 因为若于文字 每个人了解不同 或者叙述 有它的局限性 或者相对性 可能有缺点 但是 这样的文字般若 永远是修学佛法的基础 是修学佛法的起步 好 再来我们看比量 比量是观照般若 由听闻正法 进而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我们四预留之 就是进入预留 进入圣者 也有四个阶段 就是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什么是法随法行 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其中一项 如角柱地实 法就是极灭内盘 随法就是八正道 法随法行 就是为了求内盘 为了求正的法 而修学八正道 随法 故名为法 随法行 另外有的解释 法是比较大的法 随法是附随的法 不管是重要基本的法 或者附随的这些法 也都要如实的实践 我们要生文 如生文 要正入出果 也是要 尽尽善知 听闻正法 还要进一步 如理思维 还要如法去实践 那就是从 听闻 而思维 以便从思 而到达 修 与正 这就是文思修正 留意 这个修所成会 必须以定相应 前面的文思 还是善心的智慧 修一定是要定相应 正 那就能所双亡 以思会为主 监设文会与修会 实际观察的阶段 名为比量 中道的正见 即由比量而来 就是 如理的思维 正确的推理 好好去实践 这三种 这样的比量 在三种般若当中 就对应 观照般若 观会的寻思 抉择 审查 阶段 如果是 世俗 事项的观察 不敬观 慈悲观等 即使用 阴明 式的论理方式 也是可以 用得上 可以拿来运用 阴明 用在世俗 或者事项 这可以用得上 但是 在探究 究竟真理的 抉择观照 那还是 必须 使用 中观的方法 才行 中观法 不是从形式的差别 去考察 而是从内容的 彼此 观色 去考察 非一 非一 非长 非断 不生 不灭 不来不去 等等 是从 缘起法 内在 相依相待中 更深入到 世事物物的 本性 去观察 不是形式的 外向而已 要 论究它 到它的本性 其实就是空性 好 我们今天 先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